大家好,我是韩帆 本期视频做个七星小龟 首先拿出橄榄盒 看一看哪个面比较合适 用铅笔画上印 这应该是头的位置 然后再画出另一面 尾巴的位置 拿出我的保健针,开始一顿小刷刷 把这个尖给两头先打短 再用保健针切出头的位置 用铅笔画上头部的一些细节 包括眼睛鼻子嘴 画好了用保健针开始进行豆客 然后画出这个硅甲的纹路 用保健针开始雕出这个副甲和背甲 一张小刷刷 穿着铅笔沙 和声声 取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这个背甲和副甲这个皮都打光滑之后 用铅笔继续划上这个硅壳的一些纹路 把这纹路划好之后 方便我们下一步的这个钓刻 中头线要找好啊 不要整的太偏了 你这玩意太偏了也不行 虽然说硅壳这边有一种甲叫错甲 但是咱们钓这个是正常的这个硅壳的这个甲片 不需要错位的这个这个甲片 这个甲片的大概位置都画好之后 继续用这个保铅针去调和这个甲片的纹路 我这一片一片的给它调出来 然后再画一下这个副甲啊 找出中头线 然后把副甲这个几块啊 这是厂层中的八块腹肌 再用保铅针给它调出来 一块一块的 处理一下这个硅甲的边缘的地方 一些细节啊 给它做好 用电钻在硅壳的七个位置 给它钻上七个红 然后用这个最小号的球针 在钻孔的地方啊 给它拉上线啊 划上槽 然后看一下这个是我用的一个绿松的愈化的小料子 这个愈化程度还是不错的 把这个小料给它切割啊 取下来之后 一块一块的给它放在这个啊 给它镶嵌到这个我们之前预定的这个位置里 然后给它摁住啊 因为这个太小了 这不能砸 这砸的话我怕给它砸碎了 给它相线进去 再压一压 这样就结实 然后这个时候要把那个线啊 把那个金线放在那个槽里边 再说用锤子去砸金线啊 再让我赶砸 金线它肯定砸不坏 小锤包水换大锤啊 继续砸 大点干早点撒就完事了 然后用这个 秋针呢 继续再修饰一下 哪嘎的多了少了 对吧 该修的修一修 用电钻这个打好框啊 看看这个作品 这个就已经完事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抛光 看一下这个抛光的步骤 好了 本视频说到这 基本就已经差不多到尾声了 稍后给好朋友们展示一下 这个 这个作品成品的一个样子 喜欢的好朋友们呢 就给我留个关注吧 评论区等你们 别忘了收藏转发 我是韩凡 感谢支持 感谢支持